請 請 齊君是說的對 都是朝中的駙馬 不能什麼事情都聽恐龍的 大王讓我鎮守王宮 誰能出入由我說了算 霍丞相 你有什麼事情請說給我聽 昨天和女道士進宮為大王治兵 此人乃妖道 老夫今日進宮就是為除妖而來的 是啊 否則晚了 大王就沒命了 城下 你多心了 剛才宮內來人說 大王和王后的病已經好了 你多心了 武復馬 你可萬萬不可輕信 這是妖道士的法術而已 以欺騙宮中的人的耳目 其實大王和王后都已病入膏肓 再不屈妖 大王就性命難保 慢 那 霍丞相 我想問一下 如大王真有個三長兩短 霍丞相以為這王位應該有誰 是誰 國無王子有兄弟 這王位只有由驸馬來繼位了 大王也是此意 可是 現在朝中有兩位驸馬 一文一武 又該有哪個繼位何事呢 這可就難說了 要問朝中大多數人之意 好像傾向孔鋪馬 他雖為二鋪馬 但是大王讓他處理國事啊 怕有此意 你沒聽 連一個小小的御林軍不也說 什麼事都要禀報孔鋪馬嗎 好 混賬話 老夫 雖為丞相 乃一介武夫 愛的就是武藝高強的人 孔蒙一個白面書生 繼承王位 老夫心中不服 國要強盛 就得有個能武之君 你是當朝武裝員 老夫定全力保你 謝丞相 我要能繼承王位 定不會忘你 現在還是放老夫取諸憂為重 如舊的大王 保駕之功將記在你身上 到那時候大王自會令你為王儲 慢 霍丞相 蓋是英雄 常言到公大概主部 難道 丞相你就沒有稱王之心嗎 你瞧瞧 老夫 老夫的這把年紀 難道還能有此心 好 咱們一言為定 好 有了霍丞相 進攻除妖 我再次鎮守 絕不讓那妖道跑掉 那好 告辭了 嗯 女師父慢 我看你有這般醫術 又有這麼好的心腸 人也長得這麼標誌 是 氣欲非凡 我想賜你一座道官 你總能接受吧 對 我在王城為你修一座官廟 貧道四海為家 無須道官 真是為仙道 果真無所求 妙音 妙珍 你們還不快替你父王和母后 謝過這位仙道 快 快呀 兩位公主不必多禮 身為兒女 多加孝敬父母就是了 好 丞相到 丞相 好一個女道士 你居然還活著 大膽其妄 休得無理 你跑到宮裡來興風作怪 妙珍 老夫今天定要殺你 妙珍 你是 妙珍 妙珍 母后 妙珍 母后 我的女兒 這不是在做夢吧 想不到 其實還能見到你 妙珍也沒有想到 能来到母亲身边 尽女儿小心 母后 女儿 父王 对不起你 父王 请别这样讲 父王也是被逼无奈 女儿 无半点怨恨之意 只愿父王 母后 今后多加保重才是 祖母在上 献妙善身份已明 请受孙女一拜 快起来 快起来 孩子 妙善 我的 好孙女 好孙女 原谅我 原谅我吧 祖母也识 一心为了妙庄江山 只是祖母 今后千万不要听信禅言 不便真伪 以为妙庄国 实则被奸人所用 借助太后之威 谋起私欲 行不义之举 以达他们的狼子野心 这样反倒葬送了天下 太后 她是个妖女 这个原来是霍府的丫头 是他们两人放火烧了白雀寺 又跑进宫里来装神弄鬼 欺骗大王 太后 大王 此次绝不能让这个妖女逃脱 应立即斩首 你身为朝中之臣 却尚欺君王 下陷无辜 我妙善刚刚降生之际 与世人无过 你们这等奸臣就乌梁为妖 唆使太后来杀害我 现在我进宫为父母医病 你们又跑来蛊惑人心 你们究竟安得什么心 必于知妙善于死地吗 驸马 罗玉卫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驸马脚板的事已然完成 因放心不下宫中 便急速赶回 怎么 我五大雄镇守完宫 难道 罗玉卫 你还不放心吗 不是不放心 五大将军 下去 而是本将在途中看到兵马调动 担心霍宇趁大王之危有所图谋 因此赶紧回来了 你们都把霍宫看成是山中虎 他在我的眼里不过是龙中鸟 大王身患重病 驸马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我倒想听一听 你们怎么看出霍宇有狼子隐心 如果他有野心不早早篡位 还等到这把年纪 霍宇虽早就大权在握 但他也知道满朝百官并不服他 不敢轻易动手 可如今他整日在府里习练法术 后花园设有法坛 究竟为的是什么 他身为朝中之臣 却什么事也不通过大王 而逝世借太后之命行事 这又是为什么 他明知大王思念三公主 偏偏瞒着大王将三公主骗至白雀寺 又放火烧死三公主 逼封王后 让大王失明 这又是为什么 就凭这些 这些还不够吗 霍宇狼子野心昭然若见 好了 你们和父王总是为三公主 三公主和丞相过意不去 你们总是不相信三公主是妖 霍宇除妙善是为国 霍宇洗法术是为除妖 这不 昨日又有一位女道士入宫 为父王看病 被丞相不知用何法看出是妖 好 现在霍宇成相又进宫 初遥去了 怎么能放霍宇此时入宫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以为你如不放心 去内宫看看吧 老太后 请不要听信妖女所言 臣已看出此女确是妖 和丞相 和丞相 时至今日 你还执意认为三公主是妖吗 你曾说她出生时 有乌云磨影香果之外 你还有什么证据 老太后 臣有一宝镜 能使妖原形毕露 师父 什么宝镜啊 分明是个普通的镜子吗 就是嘛 妙缠 你有胆量过来一试吗 没有 她被冬疑 不会散漏 你 是怪物 杀了他 母后 师父 火贼修的物理 妙善快走 妙善快走 快 你们快叫人去帮忙 师父 快走 小董 小董 那女妖已经现出原形 霍丞相正在捉妖 你们快去主战 这宫中出了什么事 那女道人果真是个妖 我担心霍丞相抵挡不过那女妖 我前来搬兵 多一位已经去了 那女妖是异活的 正在与丞相私打 驸马 你快快去主战 我在此把守 预防的妖道从宫中跑掉 对 驸马说的对 我去招呼霍夫的人去与那女妖作斗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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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我们去看看这儿 快快点 怎么回事 妖善可能有难 我们赶快去救他 好 快点 咱们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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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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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老杉长 快 站住 站住 让我们进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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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给我听着 快帮霍丞相拿下罗宾 快帮罗宾拿下霍鱼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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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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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抓那女友 好 妙神 你快走 皇 皇 你 杀 父王母后多多保重 罗宾 快带他们三人离开王城 父王 母后 善儿 快走吧 快走吧 罗宾 从后门走 快 快 在那儿呢 快 快 啊 啊 哎 Beatles 这宫里公外 都没人了 回不了那么许多了 那妖女呢 走了 过瑜 你想造反 老夫 想先除掉妙善 不向你百般阻挠 找先 过瑜 你这个大胆贼子终于露出了原型 过瑜 你 太后在此 你休得胡闹 你这个昏庸的老太婆 是至今日 你还在迷雾里 你不过是我的护身衣博 不过我已经用不着你了 你休想再发一纸 放肆 你这小儿 原来 真的是你要图谋造反 还不快快服罪 你给我跪下 不罪 告诉你们 今日 就是你们妙庄王国的末日 给我拿下这叛贼 来人 给我拿下 末日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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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肷了 母后 父后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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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兒呢, 走 走 走 羅將軍, 快去救護大王王后 好, 你們快走 宮門守將是大駱馬和大雄 她會保護你們的 好 將軍請放心 走 走 妙樁啊妙樁 老夫想了你十八年了 先是時機未到 天命不雲 又是小小的妙善狂愛老夫 今日, 如能殺掉妙善 或許老夫念你容我十八年 留你一命 現在事已至此 只有把你當本王登基的 祭品了 妙善遠距深山 怎麼能妨愛你 怎麼能妨愛你 實話告訴你 妙善是九天廉遲的慈航大師 乃是天界仙子 有他在 老夫即使奪了王位 能坐穩天下嗎 霍宇 你好狠毒 你害得我們母女離散 害得妙善蒙受了十八年不白之冤 十八年 我要讓他永世不得犯神 既殺了你們 此罪也要讓妙善來承擔 一舉兩得 省得我霍宇 做個弒君謀反的罪名 霍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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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站住 妖道哪里跑 哪跑 想必你就是大驸马武大雄 算你妖道有眼力 一眼就认出了本驸马 我就是你们都知道的妙善 如论亲缘该称您大姐夫才对 他们是来救我的 你立刻下令让他们驻守 赶紧去救大王如何 你好大的口气 且不论真假妙善又该如何 宫中应该有一个公主 两个都多 我岂能容下第三个 武大雄 你身为王氏驸马 见大王王后身处险境 不快去救驾 反倒在这里为虎作娼 不认为王阻挡我们 是何道理 大王那里自有罗宾 我的职责是镇守王宫 武大雄一人当道 我看谁能活着出去 霍鱼已经造反 大王王后两公主危在旦夕 罗将军孤身一人怎能保驾 霍鱼如伤害了父王 我正好借此罪灭了他 武大雄 你为个人私利 竟不顾王氏死活 你会自食其果的 霍鱼其手 不要跟他多废口舌 把他多废口舌 用不动 拿手 拖鱼其内 一是 的 武大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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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们人多势众 我们怕是冲不过去 我们脱身是小 刺伤这些山民令人痛心 何不拿出宝物试一试 我好像听到佛祖告诫 轻易用它会前功尽弃 师父不知又要受多少劫难 佛家以慈悲为重 顾不得个人安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胆妖女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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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 丞相你 你还活着 真相快来救我 我被那妖道施法定住了 救你 是 大王他在哪里 大王你怕是见不到了 大王死了 我不怪你 这样也好 我可以登王位了 到时候我可以跟丞相分享天下 我一定给你一半 分享天下 我或于是盖世英雄 与你分享天下 你 我要的是 庙庄王朝垮掉 我要的是 庙庄王室的人都死掉 我要的是 霍家的天下 你 你一个庙庄王国的驸马 难道你还像我吗 霍 霍鱼 你这个背信记忆的金臣贼子 你死 你死又一顾 你 受命护卫王室 却见死不救 你不背诗 你不背诗 为争夺王位 我活 我活 蛤 黑死 娘 霍儿 黑 你死了 我活了 我活了 恐怕 你死了 我活了 你死了 你死了 大教 想必这位就是大王和王后 这些都是山里人 他们是来救我的 多谢二位大教 只可惜少了寡人的二位良将 此等贤良之才 我将其请佛祖 早日收其魂魄归天界 快别说了 霍鱼已经造反 大王和王后 还是跟我们到山里去躲躲吧 好 那我先到村里找一辆车来 走吧 走 王后 哪里的话 这一切都是妙善的造化 艾家 只是不知如何感激你们一家才好 哎呀 你不要再说这些了 大王和王后 我们还是说一下眼前的事吧 现在霍鱼正在宫中作乱 大王王后只好在这紫珠林暂住一时 一般人找不到这里 只是这关云洞内 地铺草路 粗茶淡饭 大王和王后短时内恐怕难以回望着 不知你们能不能受得了这种苦啊 我和善儿十八年分离 今天一家人能够团聚 与善儿住在一起 何谈有苦 艾家能享天伦之乐 就是再苦 也不绝苦啊 是啊 山中虽苦 但这里的百姓干净淳朴 这里山清水秀 却无王宫那种混风浊气 乡想王室 争名夺利 惊风血雨 而与我差 寡人 再也不想回宫去了 大王王后 请你们带两位公主留下 我们先回去了 父王 妙善 你们可要多当心啊 爹对这里放心吧 只是霍雨下一步还会有所举动 告诉乡亲多加防范 尹哥关联 你们去王城探听洞景 一有风吹草动速来告诉我 好 众臣 时局如此 请大家直言 骑禀驸马 那宫中玉林军及五大雄罗宾之死以臣之间是霍雨所为 并非是什么妖道施法 那大王王后公主被劫持 又该如何解释 霍雨阴谋篡权 早已昭然若揭 王公早就明令 不准任何人进入宫内 可为何霍雨能持刀入室 显然惨局是霍雨干的 五大雄引狼入室死有余辜 臣也是这么认为 二驸马与五大雄本是王室驸马 本该齐心协力 共同制约霍雨 但臣见的是两位驸马勾心斗角 想的都是防范对方 而不是尽心竭力保王室安危 结果才造成霍雨有恃无恐 王公惨案定是霍雨所为 谁要你们说这些了 霍雨所为也好 女师父所为也好 现在是大王王后不知去向 霍雨长期以来有恃无恐 我早就想除了她 可五大雄不与我齐心 我怎么办 五大雄一死如王室断了一地 霍雨军权在握 恐怕我们无法对付 当时大驸马就该把军权分给二驸马才对 那时我想稳住霍雨 以免打草惊蛇 另外五大雄掌握了军权 岂不野心勃起 更会与我争王位了 我绝不会容忍的 这真是欲望相争 与渔翁得利 二位驸马想的不是妙庄王事业 而是自己之力 妙庄江山不枉又能怎样 住嘴 听着你们来就是商量如何保住妙庄江山的 五大雄已死 我就是当然的王储 大王不知下落 你们众臣立即联名上书 行文广告天下 然后我自会又霍雨入中 一道圣旨杀了他 霍雨的千军万马 难道还敢抗旨造反吗 霍雨的千农 霍雨前 auch不敏